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两个机会去看《John Legend》 或是你知不知道,我只能整理你自己 因为所有的我爱所有的你 从《窥底》第一部上映开始 迈克尔比乔丹就进入了很多人的想睡list 就算是施展出被种族天赋抛弃的灵魂嗓音 也去不散这股热情 只要她脱下外套,那几名就很文献 去年黑豹上映的时候 就有一个17岁女孩因为这个镜头激动到崩坏了牙套 不得不说,MBJ的身材确实是神仙级别的 线条流畅,凹凸有致 每块肌肉都散发着荷尔蒙的光泽 这只是玩笑话 要知道在20年前,我们性感的MBJ还是这样的事 当时她在经纪人的安排下 结束了自己年幼的模特生涯 转向了影视行业 整体来说她的起点还算不错 接到的第二份工作就是在追梦高手里 和基努里维斯演对手戏 甚至还在2003年,取代了她在黑豹里的唐兄弟 查德维克·伯斯曼 在美剧《All My Children》中当了三年常驻演员 她自己很努力,出演胜利之光时 为了进入橄榄球队队员的角色 她专门在开机前 像一个橄榄球队员一样生活了一整天 不过,这些作品 始终没有给她带来广泛的辨识度 就在她快要被经纪压垮的时候 红色鸡尾出现了 虽然这部电影和她都没有掀起多少波澜 却留给了MBJ留在电影圈的机会 也让她有了足够的时间去遇见她的灵魂伴侣瑞恩·库格勒 之后便是MBJ职业生涯的大爆发 先是两人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弗鲁特维尔车站》 让大家注意到了MBJ的演技 之后的《亏敌》更是开辟了MBJ人生的新方向 为了塑造出可信的拳击手形象 MBJ堵上了自己的全部时间 一头铺在了形体训练上 这种牺牲不仅塑造出了一个好角色 也开启了MBJ用荷尔蒙征服世界的道路 她的黑豹 窥敌二厘的身形 一次比一次壮硕 一次比一次完美 你永远都会在自己的心理完美 因为你永远都会提供自己的东西 你永远都会提供自己的东西 或者你也想改变 如今在各种访谈中 她都坚定地表达着自己的认真 和对未来的决心 虽然这样的MBJ很有力量也很有魅力 但还是想对她说 别忘了你偶尔的可爱 我们也是很吃这一套的哟 How cute are these? Oh so precious